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顶历史 中日两国是一一带水的关系 两国的关系最早要追溯到古代 在大唐盛世,日本派人到大唐学习 唐朝的人把日本人叫做窝人 而把日本侵略者称为窝寇 国家则被称作窝国 窝在中文中就有矮的意思 所以窝国就是矮人国的意思 后来日本使者得知窝是一个贬义词 于是就向女皇武则天申请改个名字 刚开始武则天怎么也不可能答应 但是有一次最久就顺口答应了 也就有了后来日本的国名 所以说日本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赐的 除此之外,据说武则天为了跟日本建立友好关系 还向他们赠送了两只大熊猫 到了近代,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就很少有超过155的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的身高才有了改良 日本人的身高为什么这么矮呢 其实与习惯有关,就是不吃肉 自从佛教闯入日本后 日本上下都提倡俗世主义 其中有一位天武天皇 甚至还班兆严禁民间吃肉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人长时间的没有补充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身高都非常的矮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被迫打开国门的日本人 才意识到了在身高方面和西方人的巨大差距 明治天皇找到了原因 除了和西方人的原种不同之外 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的问题 于是明治天皇开放了延续了1200多年的杀生令 日本国民终于喊着眼泪 品尝到了肉的滋味 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大力努力 到了抗战时期 用了70多年的时间 日本人的身高有了明显提升 虽然和中国士兵相比 平均身高依然要矮10厘米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